昨夜折腾到什么情形,蓝湛清楚,若是今日不吃些什么,只怕魏英身体受不住。 寝殿之中,外头传来的一阵喧嚣,打断了魏英的思绪。 蓝湛看着踏边未曾动过的吃食,淡淡扫了伺候着的工人一眼。 江福全会议,不多时,便有工人端着新做好的膳食入内。 蓝湛取过一碗八宝甜粥,试了试温度正好。 瞥见魏英手上的红痕,犹豫片刻,终是摇起一勺甜粥,递到魏英唇边。 魏英神色默然地看着它。 蓝湛淡淡道,魏英,别惹朕生气。 粥是甜的,但尝到嘴中,却止于苦涩。 一碗粥喝完,工人忙上前,接过蓝湛手中的白瓷碗。 蓝湛看着魏英,警告道,别让朕知道有下次。 夜,蓝湛请宫。 外殿的工人奉命一早熄了烛火,便退回廊下圆圆守着。 蓝湛上了榻,对着睡在里侧的人道,过来。 魏英捏了捏背脚,没有说话。 江人揽到自己怀中,蓝湛俯身吻上了魏英的唇。 嗯,殿内很静,殿顶的夜明珠柔和地洒着光辉。 细密绵长地吻拂过魏英的脸庞,蓝湛看着怀中人长节轻颤。 心,忽而就软了几分。 他吻了吻魏英的眼睛,道,睡吧。 昨夜折腾得不轻,只怕今日魏英未必受得住。 他倒也没混账到不顾魏英身体的地步。 将怀中人换了个安睡的姿势,蓝湛又给魏英椰好了背脚。 被人紧紧圈在怀中,魏英有些不自在地往他里侧挪了挪。 蓝湛低声道,别乱动。 不知过了多久,怀中人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,蓝湛却没了睡意。 修长的手指抚过魏英精致的眉眼,蓝湛眸中却渐渐转冷。 边关五年风霜,许多事情到底是不一样。 怀中魏英不安分地动了动,被子滑落了一小半。 蓝湛无奈,起身给魏英重新一好背脚。 魏英脚踝上系着的银链,在夜色中闪着微弱的光。 蓝湛眸色微深,这把迁击锁,是他在边关时,亲自命那里的能工巧匠铸造的。 孤苏的皇位,对他而言从来都是无足轻重。 他回来的目的,便只有魏英。 再度相见,自己绝不会心慈手软。 思绪流转,仿佛又回到五年前。 那一年,冥王谋逆,连同其背后的金家,一道入了形狱。 冥王是长子,皇帝登基之时,朝中对立敌或是立长,议论了好一阵。 皇后毕竟是南明敌公主,蓝湛身上带了一半南明皇室血脉。 那时蓝湛尚且年幼,而他的母亲,自幼在父兄呵护下长大,对此事亦没有防备。 若非他的外祖与旧父出手相助,储君之位会落在谁手中,倒还真是未知。 冥王素来同蓝湛不合,朝中人尽皆致。 眼见蓝湛已坐稳储君之位,冥王兵行险招,起兵谋反。 事败被俘后,皇帝伤心欲绝,道自己教子无方,愧对先祖。 群臣劝慰,皇帝便顺势下坡,严自己无心处置,命太子主礼明王一案,行步与大理寺携审。 蓝湛冷眼瞧着,并不想趟这一趟浑水。 可魏英的姐姐江雁离,此时已嫁作金家妇。 魏英有多看重这位姐姐,她知道,只是这女子,着实不算安分。 江家不过小小一一要之家,江雁离虽被接入京城,住在静安侯府之中,但自己适合身份,总该清楚。 可她心气颇高,瞧着金家公子丧妻已满一年,便动了心思要给人做续弦。 魏英对她,也向来是有求必应。 蓝湛倒曾为此事劝过魏英。 魏英文言不知可否,良久才轻声道,当年静安侯抛下母亲回京,是舅舅和舅母,庇护了我们母子。 她翻过一页书,又道,阿湛,你不知道,那时候邻里的流言,有多可怕。 在他们眼中,自己的母亲就是潘高知不成,活该落的此下场。 为着此事,母亲终日郁郁寡欢,倒是舅母性子厉害,指着那些人的鼻子骂了一通,才让他们收敛了些。 想起过往,魏英自嘲一笑,母亲早逝,是阿姐自幼照顾我长大。 可惜,皇天不幼。 她入京后不久,云梦水灾,水灾过后又是瘟疫,江家就只剩了江燕黎一人。 魏英叹了口气,道,我若再不对阿姐好些,她该怎么办呢? 蓝湛并未在多言,魏英对江燕黎有求必应,而她亦从来不会拒绝魏英的请求。 江燕黎既然执意要嫁,那便嫁吧,总比再让她留在魏英身边要好。 只不过,自己求来的富贵,出了事自然也要自己担着。 她奉命主沈宁王一案后,魏英私下里来过太子府一回。 蓝湛见她面色有些憔悴,知道她在为江燕黎担忧。 蓝湛让人倒了餐茶给她,只道,你且宽心,江燕黎不过后宅妇人,并未参与此事。 我会想办法,保住她的性命。 魏英手中执着茶展,轻声道,阿湛,多谢你。 魏英入京后不久,便舍了京城一众贵女的芳心。 诸位戴字归中的小姐含羞戴妾,纷纷扬家中长辈去探尽安侯府的口风。 闪花宴上,也是个个争其斗宴,暗自较量谁能让世子多看一眼。 只是他们没想到,自己最大的对手,竟然是太子殿下。 原本以为这二人能修成正果,却不曾想,变故来得那样快。 天牢之中突发疫病,已经是所求之所最为严重。 兰湛奉命主沈宁王谋逆一案,本家派了不少人守在天牢之中。 然而消息传到太子府之前,皇帝已经召了兰湛入宫, 留他在御书房中续了大半日的证事。 等到兰湛得了消息,赶往天牢时,魏英已带着医者到了牢中救治江燕里。 看守之人在前头为兰湛引路,唯唯诺诺道,世子执意要去, 属下等,实在不敢拦他。 兰湛没有为难他们,只加快了脚步。 关押江燕里的女牢门口,站着一名面色泛男的医者, 连同温宁几人,都厚在外头。 兰湛知道大事不妙,越过众人上前。 窄小的牢狱中,江燕里靠在魏英怀中, 看情形已到了弥留之际。 见到兰湛,似是回光返照般, 江燕里眸中闪过几分惊慌,畏惧,甚至还有一分憎恨。 兰湛未知其异,一时顾不上他,只对魏英道, 这一证怕是要传人的,你先出来。 我带了太医来诊治。 魏英眼眶泛红,不打,也不看他。 蓝湛察觉到几分不同寻常,试探到,现现, 便要上前去拉他。 魏英却扶开了他的手,拒绝他的触碰。 江燕黎清清扯了扯魏英的衣袖, 气若游思道,现现,没有人要害我。 你听话,快跟,快跟太子殿下离开吧, 不要为了我,他的声音越来越低,直至淹没。 从那日以后,经中流言四起。 有些人推波住栏下,人接到宁王之案或有冤屈, 金家是知道了什么隐情才会被人灭口。 皇帝本就不相信一手教养长大的皇长子会谋逆, 下旨彻查此案。 明王带几千亲兵逼宫, 细想下来实则疑点重重。 皇帝命蓝湛在府中静心, 又命安王接手此事。 安王乃先帝幼子, 向来忠于皇帝。 朝野上下议论纷纷, 知道皇帝此举,怕是对蓝湛起了疑心。 皇帝膝下三子,三皇子年幼不成气后, 若宁王失事,自然是太子殿下授意。 蓝湛并不在意流言纷扰, 此刻他在意的,只是魏英。 自从江燕离过世后, 魏英向皇帝请旨带回了他的尸身。 这本不合规矩, 但在皇帝和太子的默许下, 中世无人敢有异议。 料理完江燕离的后世, 魏英终日在府中闭门不出。 蓝湛已去过静安侯府数回, 魏英却从不肯见他。 这一日也是如此。 静安侯府的管家势力一旁, 成皇成孔道, 太子殿下恕罪, 我家世子身体不好, 今日怕是, 怕是不便见殿下。 蓝湛端起茶盏, 只道,不急, 姑就在这里等他。 管家擦了擦额肩冷汗, 膝盖一软差点跪下。 毕竟是太子殿下, 世子几次三番推托说不见, 太子殿下若计较起来, 可是大不敬之罪。 侯爷今日也不在府中, 府上连得拿主意的人都没有。 在静安侯府前厅喝过三盏茶, 蓝湛却意外等来了皇帝身边的情力。 这位大内总管对蓝湛一礼, 道, 太子殿下让老奴好找。 顿了顿, 秦丽又道, 陛下请您入宫一趟。 蓝湛不急不还饮了口茶, 道, 父皇有何事? 秦丽指道, 这个老奴不知, 想来殿下入宫自会明白。 蓝湛目光微冷, 照他入宫还能有什么事, 这么快便忍不住了吗? Taskade 身边未能为迺深刻不inaire 呓ahu 呓ahu 感谢观看